好,有關於昼夜場館,我們再來問一種問題 好,來,我們畫一個地球公傳軌跡體 然後呢,隨便寫上甲乙丙丁 然後呢,我們可以問兩種問題 第一種問題,是白天會比晚上長,還是白天會比晚上短 第二問題是,白天會越來越長,還是會越來越短 這兩個意思不一樣喔 白天比晚上長,白天越來越短,可是還是比晚上長 白天比晚上短,白天越來越長,可是還是比晚上短 這樣意思不一樣 這張主的第一件事情,就請你先判斷 誰春分、誰秋分、誰夏至、誰冬至 我正常一點 這上面叫北邊 然後逆時東轉 這樣考法比較正常 那你要知道,誰春分、誰秋分、誰夏至、誰冬至 你就知道他直射何處 然後我隨便挑兩個地方 我隨便挑,比如說我現在挑講到你 假到以這個過程 假到以這個過程 請問你,臨界不管 就是假不管,疑也不管 臨界不管 白天長,晚上長 第一個 白天長,意思都比較長 第二個,白天短,意思都比較短 第三個,白天越來越長,後來越短 第四個,白天越來越短,後來越長 哪一個 哪一個 蛤 假出什麼 假愛伊比丁,四個地方 請問你,白天長,晚上長 白天一直都比較晚上長 白天一直都比較晚上短 白天越來長,後來短 白天越來短,後來長 二十四個 都幾雷勒 來,十五號 十五,你有答案嗎 應該是十五 你有答案嗎 沒有答案,面對我微笑 好,來 那我問了,我換個問題問好了 假以比丁 誰下次誰都是 假以比丁,誰下次誰都是 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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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喔 假是 請坐 北邊靠太陽,看誰 夏 夏 南邊靠太陽,這樣誰 東是 春夏秋冬夏天黃換誰 秋 秋天黃換誰 東,東天黃換誰 春 所以上面就是春夏秋冬 好,來 陽光直射赤島 陽光直射北迴歸線 對嗎 臨界不管 陽光直射北半球 陽光直射北半球 北半球每天 長 所以這段時間都是怎樣 日會大於夜 日都會大於夜 OK 日都大於夜 可以嗎 OK嗎 OK 再來 那請問你 我從夜 到丁的這個過程 請問你 白天是 越來越長 還是白天 越來越短 還是白天 原來越來越長 後來越來越短 還是白天 原來越來越短 後來越來越長 沒有人說話 都是北半球 因為我活在北半球 題目沒有民視就是北半球 題目沒有民視就是北半球 因為我們活在北半球 我如果是澳洲人就是沒有民視就是南半球 你是澳洲人喔 來 我已經告訴你春夏秋冬了 應該很簡單的 哪一個 哪一個 帥哥沒你哪一個 三億 小老師大 請坐 越來越短 請坐 乙市直射 北人歸見 秉市直射赤道 陰市直射 南圍歸見 陽光越來越往南走 陽光越往北邊走 北半球白天越長 所以越往南邊走 然後白天球怎樣 越短 所以整個都是越來越短 帥哥美女你不可能用背的 因為我有四個點 我隨便挑兩個點就可以問了 我隨便挑兩個點就可以問了 你背不完的 你要是理解 你要是懂 理解怎麼回事 你要知道怎麼回事 來解決這樣的問題 就是考慮所謂的白天長還是晚上長 OK嗎 請記住我教你的keyword重點 什麼重點 就是我上面寫的 陽光直射北半球 北半球白天長 越北邊白天越長 陽光直射南半 陽光越往北邊走 北半球白天就會越長 這是我們的keyword把它記好 你就會判斷 白天長還是晚上長的問題了 OK